佛教或者讲密教里面 有一个检验我们的 寿命是不是要快临终了 有一种检验方式 就当你在太阳下面走 你看不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 这时候就大概 大概你要说再见了 那这有几种情况 一种就是你那个视的神经 已经出状况了 我们说这些器官的作用力 慢慢会退化 慢慢会失去 就是一个一个把你收回来了 你看也看不到 另外一个呢 这个身体已经不属于你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夜报的东西 这个身体已经不属于 所以你看不到它 你看不到它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一种 检验方式 但是我想我们都没有机会这样检验 因为现在大部分病的人 都到医院里面去 以前说寿终正寝 才是好死 现在我看很少人能好死 都在医院里面 让你流一口气回去 其实流一口气回去 是已经证明你已经不行了 就只要把那个拔掉 你就完蛋了 所以那个生命的维持 是用机器在帮你维持 不是你的命还没有断 所以这些我们说医疗 什么 维持着你的生命的 那个意义其实不大 就好像现在很多植物人 很多妻妻啊什么 他话也不能讲 甚至有些人 你跟他讲什么 他也都没反应了 你说这样子的生命的存在 意义到底在哪里 除了损你的福报之外 还有其他意义吗 大家可以想一想 人家帮你服务半天 你一点都不能回报 不是在损你福报吗 所以我是比较残忍的人 我是比较务实的人 我觉得人千万不要贪生怕死 该走就走 该走就走 该走了还硬是要留着 损你的福报 损别人的福报 你想一想 他可以出去赚钱 结果因为要照顾你 他不能去赚钱 不是损他的福报吗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不要自己累 没关系 不要让别人也累了 如果能这样子 你慢慢真的是 年纪越大你越潇洒 讲不好听 现在我们就常常都想去 西方极臭世界 西方极臭世界很明显 要死的才能去 你又不想死 又想去西方极臭世界 这个本身就很矛盾 就很矛盾 所以你是真的想去西方极臭世界 假的 绝对都是假的 用假的 能够相应吗 当然不能相应 所以现在念佛的人多 能往生的不多 最主要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讲出来的 你的身口意都完全没有配合 马上检验就想到你 都是说假的 想假的 那这样当然不会相应 嗯 好